公安九条 因为我们知道文革期间有公安六条 所谓战略公权法 那时候是无法无天 这公安九条知道的人还不太多 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渠道了解 现在还有公安九条这么个东西出来 我也不知道 我甚至在2009年出狱以前都不知道 出狱那天有两个公安局的复制队长 带着一大帮人把我从通灵监狱里面借出来 但是不是把我送回家 大老是送到一个派出所 派出所我发现离里外外都非常忙碌 因为那些人都是负责将来监视我的 包括社区的居委会的 包括什么法治所的 又是什么这个派出所的民警 几乎都过来看我一眼 好记住我长得什么样子 便于日常生活中在附近好艰苦我的一举一动 然后呢他们最正式的就是向我宣读和解释这个公安九条 我当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问他 我说文革当中有一个有名的公安六条 你这个公安九条跟他很相似 他说两码事情 他说现在是现在以前归以前 内容上当然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 它是与全世界不同的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法律条文 它是由执行机构自己规定的 就是由他们的文件规定的 他不用通过人大来讨论 也不用通过人大来宣布或者表决 他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法律条文都是由于一些各个部门 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工作的便利 或者想实现自己的意图而随时做的规定 这个公安九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一般人都不知道 他公安九条里面甚至规定 比如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非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 不能离开驱逐地 也就是说你离开驱逐地去看病 哪怕你病得要死 需要到比如说我在奔波 需要到南京急救 否则一个中途就要死了 但是如果要是一个中途 我不能够跟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甚至像他们最近解释的那样 像他们写出书面报告 并且经过他们书面批准 完美生这个程序的话 那我就等于死了 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杀人的罪 他这个公安九条实际上就是杀人于无形 害人于无形 他就剥夺了你的几乎一切权利 甚至这个公安九条 你要是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在中国 如果按照他这个公安部颁布的这个内部规定 也就是公安九条来执行的话 那他除了死亡别无他途 当然事实上我不可能遵守他这个公安九条 尽管也受到他无所事警告 尽管也受到他这个多次的这个这个短期的监禁 我始终都在跟他这个公安九条相对抗